老大又飞走了 哪一个 随便打 走啦 这两个 飙飙飙的回来 飙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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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aster 这两个可以 看一下 这个波罗在抓灰三礁 刚刚抓到了一个 然后又跑了 别抓我的眼走 去飞 走了 两个很野 我 两个比较野 哇 这两个 哇 来了一拳 完了完了完了 停了一个 好 这一个 叶子都在追他 被叶子追了 这一个 哇 一沉 回不回来 回不回来 让他回去 让他走 他不走 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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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拳都在追的 这个是第一次飞 好 这个也飞了 这个还没停 带走了 要给他导航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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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哎呦 听到一个 那个停不下来 快点 哎呦哎呦ah 还跟着爷的飞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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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啊哎呦哎呦哎呦哎 我要给你擦 这个 它们的教程是不一样的 这里就放着 它 咧咩咩 咧咩咩咩 咧咩咩咩 跟两个 你还不停 还是老三比较流 老大太野 老二没飞过 被野的带着 还在飞 好 去带一下它 来来来来 好好好 带回来了 这是老二 这是老三 老二体质很差 但是刚刚飞了好久 野燕子来捣乱 又不喂它们 它们和野生的燕子叫声 只有一点区别的 是可以分出来的 它的年龄跟野生的燕子不一样 野生的年龄比较大 它们的叫声就 跟它们是不同的 现在村里面的燕子 都是从更北的地方牵过来 然后在这里停留 知道吧 燕子就是这样 它不是说一直飞一直飞 它要等到刮风的时候 它们才牵 不刮风它迁徙很内 一般刮北风 就是鸟迁徙的最佳天气 它们会顺着风 迁徙然后又到新的一个地方 然后又停留 然后又刮风 又迁徙 大概就是这样 走啊 去找你兄弟啊 老大啊 老大没救 还不如老二 转了一圈 没看到 跟着那一波燕子 可能飞走了 昨天没飞走 昨天在别人的阳台上面 被我叫回来了 今天是找不到了